电视剧《小女花不器》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 其中林依晨饰演的女主花不器 从小无父无母又受人追加 与救命恩人九叔相依为命 但是九叔却因为家中非来恨祸离开人世 未来得及知道自己身世的不器 拿着九叔叮嘱的逃拨随莫若飞进了京城 原本是想借不器私生女的身份 和七王爷搭上关系的莫若飞 在和花不器的相处之间 又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单纯机敏的女孩 并心里真的将其看作了妹妹 但是真正知情的莫夫人 在看到花不器的第一眼 辨认出了其实自己昔日情敌薛飞的女儿 看到自己的儿子竟将其当亲妹妹看待 连莫府上上下下也要把花不器当二小姐侍奉 度火中烧的莫夫人自然不会放过花不器 不过剧中的花不器可不是一个傻白甜的人设 和九叔乞讨多年的不器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不器无意间撞到莫博给自己的补汤中下药 顿时心有防备 玲珑聪愧的他也旁敲侧击地向莫若飞询问 自己母亲和莫夫人之间的事情 一直以为自己是七王爷私生女的花不器 离开莫府被接到王府中 原本以为可以少点低房心 谁知第一天便被莫府的管事和丫鬟来了个下马威 不仅从侧门进府 更是直接被关到了柴房当中 此时还不知连一刻便是世子的花不器 刚进府中便受到世子警告 让其安守本分 虽然世子表面上凶神二杀的 这是这偌大的王府中唯一关心不器的人 而一心享用着不器的血 开启宝藏的七王爷 自知时日不多 狐狸尾巴也逐渐露了出来 不过虽然在王爷府养尊处优 表面上被全府上下 当大小姐好生照看着 不器却没有忘记 九叔临死时对自己的交代 也一直在寻找机会 找知道自己身是内情的竹先生 而已经知道花不器便是薛飞 留在人世的唯一血脉的莫夫人 又将如何设计对付花不器呢 去寻找竹先生的花不器 再次登门又能否成功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